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 重申巴林 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八百五十集 改方案就改方案呗 让宁艳凡自己来改 他要是不想动手 这个设计顾问的名挂着 可以由夏小兰和公养干活 宁雪显然没想到夏小兰会这样说 也出乎宁艳凡的意料 你是说 南海酒店经我设计的方案 现在东风的人要和你们合作 合作的前提 就是要修改我的方案 而你是请我自己来改 对吧 夏小兰点头 嗯 东风要的 是我舅舅的公司参与其中 您的方案没问题 有问题的是 香港股东和东风控股之间的较量 香港股东为了打压东风控股 睁着眼睛说瞎话 否定了您的设计 但他们不能否定您本人吧 如果他们说 凡是您设计的作品都不能用 这会在业界掀起轩然大波 我不是为了派您马屁 我们要做成这个工程 的确需要您 五星级酒店光房间就三四百个 室内装修室外装饰和园林景观 都是成套的 让夏小兰和龚羊去改 不知道是宁艳凡设计前 夏小兰还打算试一试 他当时想的也是请外援 背靠着华清建筑系 他当然能请到外援 但无论请谁 都没有请宁艳凡合适 宁艳凡了解自己的设计 如果要修改方案 夏小兰需要宁艳凡的指导 这是两全其美的办法 宁艳凡的微信不会损 方案也不至于在夏小兰和龚羊手上失控 宁老师 您同意吗 我舅舅的远辉虽然不是什么大公司 但她一直想把公司发展壮大 想要做口碑 我是真的恳请您参与到项目中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 夏小兰言辞恳切 宁艳凡沉默不语 为什么是她 漂亮聪明的女孩不少 为什么是她能打动周家人 能让周家认可 愿意为她出头 为什么是她 让于师妹那样缩在保护壳里的人 也愿意跟着来京城 因为只能是夏小兰 她不是靠什么狗屁的善良让人接受的 很多时候都能感觉到 她的野心和拼劲 感觉到她的生意人思维 她做的一些事 可能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 她也没有掩盖这点 和一般唯理仕途的人不同 她总是尽可能兼顾别人的利益 没有只管自己赚钱 不顾别人的感受和死活 双赢 可能才是夏小兰追求的 理清了思路 宁艳凡再看夏小兰 就心情复杂了 和宁雪年纪相仿啊 能做到这点 以夏小兰的出身来说太不容易了 她是从哪儿学到的处事方法 我没有理由拒绝你 等了足足有一两分钟 夏小兰终于听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 她的笑容自然很真切 宁老师 谢谢您 很期待和您合作 也期待能在工作中 接受您的教导 夏小兰想 这下不用被宁雪她妈妈质疑攀附了 建筑大师的垂青 一般的小身板 还真扛不住 夏小兰更喜欢这种平等而双赢的方式 她不需要攀附宁家 向宁艳凡支付顾问费 光明正大请宁艳凡参与到项目中 宁艳凡自然也能拒绝 但她拒绝后 夏小兰再自己改南海酒店的装修方案 外人再不能拿这件事来攻击她了 她已经给了宁艳凡足够的尊重 还想怎么样 宁艳凡的方案在前 别人就不能碰南海酒店的工程了吗 宁艳凡能答应 自然是宁老处事的通透 与人方便就是与己方便 夏小兰当即和宁艳凡商量 我们和东风控股谈好合作后 我会带着方案到您的工作室来 不会打搅您吧 夏小兰也能找个临时办公地点 但那样就需要宁艳凡去迁就她和宫阳 考虑到宁艳凡的年龄 夏小兰只能自己多跑腿 你直接过来就行 我这里的工作间不少 可以拨一个给你们用 夏小兰三言两语 就和宁艳凡商议完毕 好 那就不打搅您了 等夏小兰离开 宁雪都还站在书房 宁艳凡叹气 哎呀 你恐怕 真的失去一个朋友了 或者说 你们原本 能够成为朋友 夏小兰在建筑领域里 和你还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专业技能 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来进步吗 她身上的优点 你反过来 却不一定学得到啊 夏小兰这种思维 模式不是通过练习来的 可能是天赋 可能是她特殊的经历造就的 站在别人的角度上考虑 是夏小兰制胜的法宝 她孙女儿生来就一帆风顺 还有比普通人高的智商 这些都让宁雪思维固化 让她不能拥有夏小兰的优点 宁艳凡的话 宁雪无从反驳 她一听见夏小兰要改方案 第一感觉是被冒犯 要冲进来维护她爷爷的权威 夏小兰当时是什么感受 所以我在鄙视嘉一的同时 也在不自觉地变成她那样的人 宁雪的眉头紧皱 自省的过程都是迷茫无措的 不会因为她是天才就不会犯错 可怕的是 没有今天这一出 她一点都感觉不到自己的想法有什么不对 她在和夏小兰相处时 肯定不知不觉表现出来过 夏小兰又怎么能忍受呢 夏小兰不是在忍受 她感觉特别爽 离开书房 她要出大门时碰见郑文秀 郑文秀就站在她停自行车的地方等着 此时表情很不好 我记得有些人说过 不会赛上宁家的大门 夏小兰耸肩 你没记错 我是说过不上宁家大门 不以宁雪同学的身份来 这里恐怕是宁老师的个人工作室 她的工作室对外经营 我现在算半个客户吧 让你失望了 她出钱请宁雁凡当顾问 还要受宁雁凡儿媳妇的气啊 想得美 夏小兰呢 是个继情的人 珍文秀对她有啥恩情 瞧不起她 她难道还会填着脸讨好吗 看珍文秀脸都气清了 夏小兰推着自行车 临走之前又回头添了一句 对了 这段时间 我会经常来打搅宁老师的 你要是不想看见我呢 那你就少过来几趟 以你的身份地位 离开宁老师的工作室 不至于没有住的地方吧 不想见 就自己少过来咯 别在这里瞎嗶嗶 夏小兰不认为宁雪妈妈 还能替宁老做主 那在她和宁老合作的期间 只能叫珍文秀少过来呗 夏小兰骑着自行车 脚下生风 每个毛孔都在叫嚣着 好爽 什么叫双赢 双赢就是让讨厌她的人难受 她还能达到目的 大把赚票子 她再以宁雪 才会忍珍文秀 现在无所谓和宁雪当不当朋友了 珍文秀又算哪根葱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